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长吉祥 各位社区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请到有望师傅到我们的现场来 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 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因为我知道有望师傅在公务繁忙之余 他也很热情地也代表佛光山 参加在纽约的联合国的一些会议 那么我要请有望师傅 特别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谢谢台长给我这个机会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佛光山纽约道场 是这个道场的组织 然后我们另外还有我们的信众组织 是叫国际佛光会 那国际佛光会是在1992年 由新颖大师在美国洛杉矶西莱斯成立的 所以呢到今年呢 其实正好是我们国际佛光会30周年 那国际佛光会一直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非盈利 而且是非政府组织 所以我们从2003年 在就是纽约联合国的总部 那我们跟这个经济文化理事会 就是所谓的社经会 社会经济文化理事会 我们登记到在这个非政府组织底下 有一个咨询委员的地位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consultative status的这个NGO 那我们就很 这个十几年来 我们国际佛光会在世界的 这个推动的会晤 那我们都会有一些因缘 可以希望能够在联合国里面 能够让这192个会员国家 那还有这个6000多个 这个NGO的组织 都能够看得到 一个宗教团体的NGO 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能做什么 那因为本来国际佛光会 跟佛光山 我们就是五大洲 都有道场 那300多间道场 200多个佛光会的这个协会 那这个我们就超过 这个近百万的会员 那本来我们就是国际性的组织 所以呢 加入这个联合国 我们在这192个会员国家里面 我们也有相当的比例啊 这些国家里面都有我们的道场 都有我们的佛光会 佛光人 这个参加的初心是什么呢 就一方面当然我们是一个 遍布在世界各地 有这么多道场的地方 佛光山也是在世界各地 也有它一定的知名度 同时我们的华人也散布世界各地 多半的也都是重奉在佛教方面 所以国际佛光会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呢 是一直都在行善做好事 而且参加很多的国际方面的事务 那么当时我知道有望师傅 您也是参与在联合国这一次会议 尤其他们叫平行会议 一直都是由您来代表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当初您参加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了这个平行会议 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那么以您个人亲身的参与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台长 这个其实国际佛光会 就如我刚刚介绍 我们是国际性的组织 那我们在全球的道场 然后还有信众 我们把这个能够行善的力量 组织起来 每个人都有善心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 但是我们把善心的力量 组织起来 然后呢让有才能的人 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导 被领导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人间佛教 能够真正深入到大家的生活里面 那国际佛光会呢 就是承担的负担的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在加入联合国 我刚刚有提到是从2003年开始 那这个过去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组织里面 联合国的这个 我刚刚提到有6000多个 这个NGO的组织 现在不止更多了 有6000多个 对我们都是要经过一些学习的阶段 然后认识了解 然后呢让要知道 怎么样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 看得到这个国际佛光会 看得到人间佛教 在人间 所以呢我们一些 这个在佛教我们都讲因缘了 所以当因缘传熟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机缘 那因为我是2014年调职到纽约来 那2015年开始常驻交派我 来学习认识联合国的一些事务 那所以呢 在经过了几年的 也是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学习 因为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组织架构内容啊 很庞大 然后有这个新闻部啊 然后有这个 当然大家都很熟悉的知道是安理会啊 但是跟我们跟非政府组织有相关的 他会是秘书处 然后下下的这个 这个 这个非政府组织 那我们在有这样子的 当我开始接触到这方面的 工作任务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去了解 然后去观察参与 那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就了解到 联合国的妇女署 那每一年 他因为联合国的一些行程日程呢 他都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每一年都像一个行事力一样的安排 他有几个大的年会 然后那其中一个大的年会呢 就是联合国妇女署 里下的 辖下的一个妇女地位委员会 所以他简称叫CSW 然后那这个CSW呢 他每一年呢 他有两个礼拜的年会 会在这个 三月份的 这个一开始的三月份 他会举办 那全世界各地啊 包括这个就是 当然的192个会员国家的代表 还有呢 各地的这个NGO的组织啊 通通都会在这个疫情之前啊 真是上万人飞到纽约来 参加这两个礼拜的 这个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年会 那在这个年会里面 他主要会场 以前的这个主要会场 是在联合国总部 然后就由这个 192个会员国家 在进行发表 他们各自国家里面 对于妇女儿童 教育平权 还有生活品质提升 等等等等的各项 他们做了些什么 然后让大家让世界知道 那同时间呢 他们也开放给 这NGO的组织来申请 在同部跟这个总部里面的 这个会员国家的会议 同时进行 在他们会在纽约 在美哈登 靠近联合国附近呢 他们会有 成租不同大小的场地 然后让这些NGO的组织申请 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时 这个举办平行会议 然后等于说总部在开会 我们在外面也在开会 然后呢 那这些我们那些NGO的组织 大家就会互相去观摩 然后去了解 那就是你们这些NGO组织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会对于妇女 妇幼平权啊 教育啊 甚至是这个饮食 零饥饿的这种营养计划啊 大家都做了些什么 互相都在观摩学习 然后就是透过 这个平行会议的发表 我印象还记得 我第一年开始 2017年开始 我刚刚提到我2015年接触这个工作 然后经过了两年的学习 然后2017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开始申请 2018年的年会 那我还记得 这个组织里面呢 我们这个会议啊 总共从有400场 有6000多个NGO组织 然后申请 然后获得核准 只有400场 那我们是这个第一场 这个对我们国际服务会来讲 第一次 然后是一个 而且我在当时看 就是说佛教的组织里面 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发表 并不多 我们是其中之一 然后我还记得第一年发表 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南非 在南华寺 南非的这个 这个协会啊 然后呢 我们的天龙队 来发表 他们在 对天龙队 为什么说天龙队呢 他们都是南非的女孩子 然后他们南非妇女呢 很早婚的现象 非常严重 那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也不多 所以我们在南非的这个 协会呢 就是跟道场合作 然后就是为他们举办 就是像一个艺术表演学院一样 让他们有机会来这边 学习一些技能 那他们学中文 学英文 然后学电脑 然后呢 才有表演艺术 那让他们组织起来以后 他们就到我们各地的道场 全世界去寻回表演 到最后 他们再回到自己的国家 还受到总理的招见 他们的这个表演啊 然后受到总理的这个 这个这个招见啊 然后肯定 然后呢 每一个女孩子也因此 获得肯定跟自信 然后后来很多也成为 我们同军团的领队 他们自己在 在回到学校 他们有自信 然后可以有更多的技能 因为刚刚提到 他们会的语言 会的电脑 很多找到很好的工作 然后就可以摆脱一些 翻转的一些自己 比较原来这个国家 好像固定的一种模式的 这种生活的形态 所以每个孩子 也就是觉得是翻转生命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故事 跟这个我们在 这个南非所做的 带到第一次 带到纽约联合国 是在2018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一次的 这个CSW 这个63的一个发表 那那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 然后其实经过 记得那一次很紧张 然后不知道这个状况 这个会议的这种举办 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从开幕的opening 然后一直到我们那一次 还参加了 就是联合国秘书长 举办的这个town hall meeting 那我们因为 我们的这个团队 七八位这个佛教法师 这个黄长山 在这个联合国总部 显得特别的这个突出 所以我们在town hall meeting的时候 我们就是也被这个我们的国际服务会的秘书长指派我 要发提问 提出这个问题 说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年度的盛会 应该也要邀请更多的宗教组织的NGO来参加 然后我觉得我们那一次 就是很有很有姻缘 就是被这个被点 我们因为大家都争取举手 然后可能我们的服装 不是奇装异服 但是是非常突出 然后呢就这样 让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这个妇女署主持人是妇女署的 这个负责的人 然后他就点了我们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是国际佛光会 这个中佛教的一个NGO 然后我们这次来参与的团队 有多少位法师 然后我们就法师全部站起来 哇我们都获得了这个很多的掌声 看到宗教师 然后走进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一个会议的场所 然后呢之后的那个年会 因为进行两个礼拜 之后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我们自己发表之前 之后我们都会有参与其他的发表会议 然后大家都好像突然间都认识我们了 都认得我们 你们就是那天town hall meeting里面 然后有提问啊有发表的这样子 所以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我们的经验 我还记得那一年 其实我我因为最近的这个俄乌战争呢 我还记得就回想到 其实我这几年呢 在疫情之前 CSW6364 我都我们都有碰到来自乌克兰的妇女团体 是的 所以他是一个 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就是真的是国际性的一个盛会 那呃在往年都是联合国要发出很多的这种中这种签证邀请函 他们真的是我记得第一呃2019年是两万多人飞到纽约来参加 所以在呃2020年因为疫情我们是他当时这个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网路上的这种这种形式所以停办了一年 然后2021年然后就恢复的第六十五届那今年呃还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上但是他有呃有几个几场活动是在纽约的这个当地他有提出来就是说你如果在当地啊你可以来这个这个亲自亲自来参加那我们这几年的发表呢我们都是 就是所重在就是让大家认识国际辅光会做些什么 嗯嗯 所以我们第一年是嗯 Bulia in uh in South Africa 就是我们国际辅光会在南非 那我们介绍天龙队 那第二年我们是在国际辅光会在菲律宾 我们介绍的是光明大学 啊光明大学呃对于这个呃 学杂费学费全免然后提供两百个名额给呃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因为菲律宾很多离岛很贫穷的地方那他们孩子们来到光明大学他们的音乐啊这个音乐跟表演方面的天分嗯都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可以呃就是发挥出来所以那一年我们他们有舞蹈系然后有戏院管理系的毕业生然后还有我们佛际 佛陀传的这个女主角然后都来到纽约发表那在去年我们是呃国际辅光会在巴西我们是以如来之子然后跟大家介绍这个专案如来之子事实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专案了然后而且我们这个呃开山就在当地啊这个巴西如来寺开山的绝尘法师然后也是我们的发表主讲人之一那是 所以就呃我们就呃我们就陆续这么多年这几年来已经这个是今年呃CSW66是我们的第四次参与那我们今年要谈的主题是国际佛光会在印度那呃呃大家都知道我们佛教的佛祖啊我们的这个教主 释迪迪佛是印度人哦是然后呢那这个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到后来呢因为这个很多的因素啊就进去了末络然后为佛为回教所取代还有当然还有当地本身的呃印度教 印度教那呃呃所以大师一直很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把佛教再带回印度所以我们在印度有沙密学员有德里在德里有沙密学员我们最最这个疫情之前呢人数最多的时候将近快要到两百位了 噢然后呢那我们呃呃呃我们也有女子佛学院然后我们也有育幼院那还有一个最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叫under the big tree在大树下嗯大家都知道其实印度人口是世界上很多很密集的好我我这边现在没有正确的数据嗯但是呢他同样相对的他的文盲比 也是很高的 所以在印度 我们的女子佛学院 佛迪盖亚这个地点呢 我们有一个大树下的课堂 就是我们女子佛学院的孩子们呢 他们真的是 就是不只是自己学习 他们会懂得付出 他们也是在学习 我们讲的这个行菩萨道 他们就到春落里面 在一个大树底下 铺上草席 然后呢就开始教当地的小孩子们 读书写字认字 然后让这些孩子们呢 在他们能够 真正能够进到学校 这个教育的体系里面之前 他们可以打好基础 然后甚至呢 我看过我们在台湾 有很多的有一些信徒 他们去做一些这个媒体工作者 他们去做了一些采访 一些记录 然后他们 我看到的一些内容 就是提到就是孩子们 很开心知道 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写父母的名字 然后呢 还可以帮父母 然后这个 看一些 看一些简单的东西 然后就是 很多详细的内容啊 其实我也很期待 在这一次呢 我们的3月16号 是我们今年申请到的发表的时间 今年呢 在第二年在线上 总共有750场这个平行会议 然后所以也是都很精彩的 那我们的呃 每一年我们申请的 我们其实在这个主办单位 他们很辛苦的规划 怎么样让每一个大家都能够满意 那我们今年申请到的时间呢 是 日期是3月16号 是 时间是早上6点钟 哇 这么早就开会 对 因为在网路上 在线上 其实是24小时的 无这个时间界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全来自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NGO组织 都可以在线上相见 都可以在线上主持会议 是 所以他们这个时间的排程呢 就是真的是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这个10点钟都有 那我我但是我我基本上我自己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我我我吓一跳的原因是觉得诸佛菩萨好慈悲啊 嗯 怎么这么说呢 怎么讲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呃 福国际福光会在印度啊 Bulia in India 印度是亚洲时区哦 嗯嗯嗯 亚洲时区跟我们以现在呃 我们即将在呃 就是提醒也提醒我们社区观众朋友啊 就很颠倒啊 3月13号 嗯嗯 3月13号是开始这个日光节约时间 是是 那我们跟亚洲时间是正好颠倒12 颠倒12小时 对 日夜黑白颠倒12个小时 是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3月16号早上6点钟 嗯 其实就是亚洲大部分的亚洲时间的傍晚 傍晚6点 啊 对傍晚6点钟这会有多少在亚洲在 而且对于在印度来说又是提前两个半小时 也就是他们是下午的三点半 三点半 那这个时间对于我们的发表人对于我们的参加者 然后还有我们很多在亚洲呃就是呃新马太印啊这些这些地点亚洲的地区的我们的呃这个国呃这个国际服光会我们的朋友们 大家会很就是真的没有理由借口说是时差我没办法参加了 对这个时间就是正正好下午的时间 大家可以上网一起来参加这个会议 然后一个半小时90分钟的发表 那我们会介绍整个国际佛光会 从在印度的源起 大师当初是怎么样到印度弘法 我们会邀请绝成法师来为我们讲述这段的历史 然后呢我们就会邀请我们在印度主持着 女子佛学院的妙宣法师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也还有邀请到毕业的这个学生 然后呢也还有这个也有一些小老师 现在已经从学生变成老师了 然后呢有请他们也来献身说法 他这个在这个大树下的教室里面 他们这个教孩子们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大家可能可以 现在也可以从我的背后的这一张 这个我们的事实上是我们的这个海报 你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左手边的这几张照片 这些都是大树下教室里面的孩子们 然后呢那个穿着白色白色衬衫有红条纹 有佛光会的那个logo的就是我们女子佛学院的孩子 学生然后我们大树下教室课堂呢 他们的制服就是一条橘色的领巾 然后呢可是你看每个孩子围在身上 这个围在脖子上面 他们那个快乐的表情 我真的觉得知识就是一切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呢让这些孩子们呢 有拥有可以有这个一把钥匙拥有未来 所以这个这个专案呢 我真的也很期待 我现在讲到就已经很感动了 因为因为你可以可以 就是我们讲那种求知若渴的那种心情 对于那些孩子来说 他其实并还不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可是他有就是有看到 这些女子佛学院的学生 去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让他们能够跟这个世界 因为透过语言透过文字的认识 然后跟理解 然后他可以把他未来的那扇窗打开来 然后可以看得走得更远 看得更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自己真的这一次 今年也是特别特别的期待 因为印度的环境其实真的很不好 他们我当然也很担心 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个状况 可能也很不好 可是我们都会尽全力 然后要圆满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发表的会议 希望让国际佛光会在印度 这么多年来所做的 然后呢我们这些女子佛学院的学生的付出 他们还有很精彩的一个这个内容 包括他们的教室不只是在大树下 不只是在这个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 他们还走出去 然后做一个叫做三好宣讲 就是把星云大师告诉我们最简单的 行佛的道理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如何运用在生活当中 他们走出去 然后呢对着大众 然后用戏剧的方式 用演说的方式 让大家理解跟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跟方法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印度的这个这个阶级制度 还有他们对于性别的这个性别的制度 这个是还蛮延 现在是好一些了 可是呢对于这些女孩子 他们真的走出去 然后面对这些大众 这个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去执行 我觉得我真的很期待听到他们亲身来告诉我们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体会感受 然后以及就是国际服务会在印度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就像刚刚提到的 他们办了这个很多社交班 对于妇幼方面 有这个育幼院 然后呢有这个妇女的社交班 那就是我们想知道 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社区的朋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我们全球的佛光人 大家一起来关心 一起来了解 这个世界 我们都需要大家能够 更承担的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国际服务会 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 那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那我们没有办法在当地 可是我们可以 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赞助 捐助 然后呢 让这些计划 让这个我们在当地 红法的工作 持续的进行 然后让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有更好 更美好的未来 特别是妇女跟儿童 在这些地区 在印度 我们这几年 过去几年 从南非 然后从菲律宾 然后到巴西 到印度 我想这些地方都是 在对于妇女 儿童教育方面 都很需要的 我们更多的关注 跟注重 注意的地方 对 我觉得在全世界各地 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文化 以及他们生长 不同的背景 每一个地方呢 都是有他们各自不同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印度是所有在世界各地方 最辛苦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女性 也受到很多的压抑 因为这也是国情的关系 但是佛光山 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印度做这样的一个宣教 以及做很多的这种慈善的服务 这么多年下来 师父 我很想知道 就是说 这么样的辛苦 在你们 在看到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我们就特别的幸福 很幸运 特别 天堂跟地狱的感觉 的确 然后 我在 就是我们刚刚过去 礼拜天 法会结束的时候 我也跟大众就是介绍 我们这次即将来临的 这个平行会议 那我也提到 就是我们的 我会特别的佩服啊 我们在印度 红法的法师 大家都知道 佛光山的法师 我们一定是 不管走到哪里 除了法会 我们一定是一席 黄长山 那这个黄长山 在冷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加外套 可是在热的地方呢 印度的气候啊 夏天的时候 可以热到摄氏 四十几度啊 所以那个 那个 这个 我们讲这个忍耐啊 我们讲这个 在我们讲这个 生忍乏忍 无生乏忍 这个光 所谓的生忍 就是我们的忍机啊 忍渴啊 忍冷啊 忍热啊 等等啊 就这个忍耐的功夫啊 这个忍耐的这个耐力啊 就真的是 就很 就真的是不得了的 我很佩服 我们在印度红法的这些事 这些法师们 呃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有这样子的因缘 可以让我们在印度红法的法师们 也来现身说法 然后呢 也来介绍他们在这么多年 在当地红法的工作的内容 我相信这对 呃 对于这些 对我们的 呃 佛光山的法师来说 也是一个肯定 因为我们也希望让大家都知道 呃 在呃 真的在艰难的环境之下 其实我们都是有佛法就有办法 然后 对对 然后呢 我们真正希望带给大家的 人间佛教是 人要的 不是佛说的 人要的 而且 想想看 这些教育啊 这个可以带给人的 人生 是多么的善跟美 所以 这就是 我们这几年 在联合国里面 我们真正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就是要让世界 看到人间佛教 看到佛光会 国际佛光会 我们在世界各地 所做的会晤 让大家会有一个 不要有任何的一个 呃 偏见或者是误解 觉得呃 宗教嘛 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特别是佛教 就是丛林古叉 然后就是只顾自己的 谢谢 然后我们要不然就是金灿 就是只是诵经 只会诵经 其实不是的 大师的人 这个呃 唱上导的人间佛教 我们是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服务 而且呢 特别是对于 妇女儿童 那这个教育 然后还有这个呃 地球环保等等 一切临合国在推动的 这个呃 持续性发展目标 十七项里面 国际佛光会所有的 这个会晤啊 我们大概有十项 都有都是在这个 十项的这个呃 发展的这个目标范围里面 在推动的会晤 所以我们不只是 妇女地位委员会 我们有这个发表的过程 我们也跟联合国的 以前是新闻部 现在叫全球传播部 他们每一年也有年会 呃 那我们也在2019年 到他们到盐湖城 去参与他们的年会 那像呃 当地像这个参与年会的 所有的NGO介绍 舒适A计划 如何以环保的实际行动 来呃 减缓地球的暖化 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 那还有我们对于 就是在全球各地 对于青年的这个呃 这个青年教育方面 好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 真的是只是 就是一个呃 目标 就是希望让大家 全世界来认识佛工会 认识人间佛教 那对于佛教 这个呃 宗教组织能做些什么 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跟了解 那这就是我们 在这么几年来 而且我们会持续下去 那在联合国的呃 工作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 是 我觉得今天 跟有望师傅 谈到这一些呢 有一个重点 我相信听众朋友 也能够有着 更深刻的认知 跟了解 以前大家都觉得 佛教呢 是一个呃 闭关自首 然后修身养性 然后要呃 怎么样度众人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佛光山呃 有望师傅 在今天为我们介绍了 他参加了在联合国 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从这个委员会 他告诉了我们 佛光山不仅仅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道场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走入人间 把新云大师怎么样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人间佛教的一个广泛的一个更有意义的范围 以及他在广大的人间所谓的人间佛教所要进行的相关的内容 在今天有望师傅告诉我们的这些点点滴滴当中 有了更深的认知跟了解 所以我想对此呢 要非常谢谢有望师傅 今天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meeting 谢谢台长 所以我们还是要邀请社区的听众跟观众朋友 认识国际佛光会最好的方法 当然一定要听纽约佛光 然后呢 也要来参与我们这一场CSW的这场平行会议 是在3月16号 就是下个礼拜三的早上6点钟 那请大家起个早 机会也很难得我们美东的朋友 那当然如果您有家人亲友在亚洲 那他们就是更方便了 就邀请他们 然后呢 一起来这个上网聆听 那我们这个 他有报名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有一个报名的方式呢 是您直接到我们的这个CSW的这个网站上 您在CSW的网站上报名 您还可以去看这其他这个 其他的场次 对 那如果说您当天您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 您只是当天 您就只是想 我当天参与这个这一场会议就好 您也可以直接就是用扫QR Code 然后或者是打入连结 直接进入我们的Zoom Meeting 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会安排 就是可以直播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线到YouTube上 那就也请大家来订阅纽约道场的这个 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们的YouTube的这个频道 那您当天也可以看到这一场 就是我们的发表 好 我想在这里呢 待会儿我会请有望师傅把更具体的东西写下来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重复的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很多听众朋友大概都没有看到联合国 也没有进去过 连我们在最近也才知道 因为有望师傅在这个联合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参加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经过他的介绍 相信很多朋友 您可能没有来过联合国 您也不在纽约 但是不管你身在何处 到时候呢 真要感谢我们的电脑网络 能够大家打开电脑就可以 这个行遍天下 我们一起在联合国做这么一个约会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台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